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本金 讓你講話助理財的契機 我是琳達 觀眾朋友們現在已經到12月份了 我們前幾期一直在跟你講 怎麼樣年底幫自己賺紅包財 好那麼現在投信做帳還是結帳 如果你本來是要北上的列車 結果做到南下 那就GG了 好的今天我們來歡迎吳曉松老師 老師好 琳達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老師我們看到現在已經來到12月中了 投信很多都會觀察內資做帳 投信有買的我就跟進買 但是現在我要怎麼樣辨別 是作帳還是結帳呢 好吧現在來到12月中了 12月中投信有可能會是 最後一波的作帳行情 然後也有可能它會是結帳 那你一定要分辨好說 你現在手上 你不要看那個投信有買超 你就認為它一定會作帳 這可不一定了 它有可能在前幾個月早就 就像董事長會聊到偉創 偉創這一票的AI 老AI他們早在年中 五六月就已經買好了 早就已經拉出一波了 然後現在就是前面可能 突然買一下就讓你覺得說 偉創又來了 偉創又有機會了 偉創又有機會了 對反而倒給你 對會變成這樣 所以各位一定要分清楚 作帳跟結帳 那我等一下會提供一個判斷 作帳跟結帳的方法給大家 是的好 作帳結帳到底怎麼分 我們請老師帶我們來了解 好老師我們常常講到作帳 作帳 季底作帳 年底作帳 作帳到底它真正的時序是什麼時候 好的 我們先前有聊到作帳 投信的作帳行情 基本上面就是主動型的投信的經理人 他們為了要操盤的績效 所以會在季底半年底 或者是年底的時候 他們會去拉抬他的股票 然後為了就是撥了一下車之後 他的績效就可以做分論的動作 那最重要的時程排序 就如我們的字卡這邊 最重要是年底 所以年底如果真的要拉一波績效的話 它也會是所有這三個時序裡面 最大的一波 最重要的一波 那我們現在已經來到12月中 那基本上面要接近尾聲了 那到底它能夠拉多大 然後如果你能夠辨別說 那如果這支股票真的有作帳行情的話 那這一波應該就會很大 真的 不要跟到結帳 沒錯 是 老師那結帳呢 結帳的時間 它有真正的一個時機點 還是說其實沒有 應該說比較沒有真正的一個時機點 而且它是一個陸續性的 並不是說我單一點 你就覺得這裡就是作帳 這裡就是結帳 不是這樣的 那我這邊有做一個 年底結帳行情的情境分析給大家看 那首先我們來看到天堂情境 就是作帳 那天堂情境希望績效不好的經理人 他一定會在最後的年底做奮力一搏 就是想要把績效弄好一點 不然我怎麼分論呢 真的 對 那再來就是績效好的經理人 應該會爭取排名 我說過 我上之前我們幾集有說過 老師有說 人不會記得第二名的 人都只會記得第一名的 所以他如果是前幾名的話 我告訴你他應該就會想要衝一波 那就很競爭啊 大家都要拼 對 沒錯 所以尤其那種前五名的投信的 尤其排名都前五名的話 那一定會想要去衝最後一波的 是 那只是我要提到的是這樣 今年的行情是多頭年 嗯 那多頭年其實早就在年度中間的時候 就已經很多標股出去了 年中就開始了 年中就像AI 老AI不就這樣子嗎 五六月 對 五六月那時候就已經是 甚至七到九月也有一波 換另外一波對不對 是 那如果會不會變成什麼呢 地域情境 結帳去了呢 那為什麼結帳 會結帳為什麼 績效不好的經理人 乾脆孤注一值 跟你重壓某些股票啊 那就沒想到玩了 那些股票不是真的好標的 反而就直接就下去了 啊 結果他也被結帳了你知道嗎 對 所以產生所謂的道德危機啊 他為了要孤注一值 當然投信有他的所謂的 持股的一個比例的法規限制 但是不難保會有這樣的動作啊 有可能 所以這是績效不好的經理人 可能會做的事情 那績效好的經理人會幹嘛呢 哇 我已經賺飽了 我就開始慢慢出嘛 到貨嘛 到貨到貨 就結算我的績效了嘛 對 所以呢 我只結帳就不做帳了 也有這樣的 對啊 有可能 所以呢 我們就要區分好 天堂情境跟地獄情境了 真的耶 好險老師有講 要不然我就只以為 就是要嘛就作帳要嘛就結帳 對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目前在就是 我們現在解稿之前的那個排名 前三名的股票型基金 分別是陸博賣的台灣5G的股票型基金 他的年化今年八成 是 非常好 那再來原本其實是 第一名的日盛MIT主流基金 在我們大概是10月左右 在聊到投薪結帳 投薪作帳這一塊的一個部分 那個時候日盛MIT大概是90%的績效 哇 你會發現其實他這兩個多 因為10月份不是有一波跌到1萬6 真的那麼破底 對那時候破底了 破底再翻嘛 翻到現在1萬7500嘛 對不對 好啦 那其實日盛MIT這一波其實是受傷的 它從90%掉到現在的79% 對 那再來漢亞菁英基金是第三名 你竄上來超越了原本的野村 是 原本第三名是野村的 野村一般都是其實多頭年的資優生 那我要跟大家講 這三名你可以去注意第一名跟第三名 他們的績效在最近都是創新高 對反而是第二名的日盛MIT 反而是最近績效是比較有拉上來一點點 但是沒有新高 對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去多注意第一名跟第三名 第一跟第三 是的 是的 好啦 那我以下我們就要來歸類族群 哪一些族群是作帳的 哪一些族群可能是被結帳的 是 首先我們先來看作帳的族群 作帳族群我們排名 當然第一名一定是IC設計 還是IC 對你看最近古王不就平創歷史新高 嚇死人了 4星KY3600了 3600多塊了 嚇死人了 會不會真的下一個 矽利KY 下一個大力光要出現了 對不對 6000塊5000塊要出現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IC設計絕對是作帳的主流 而且你會看到他們這三大頭性 在翔碩也好 或者是這些IC設計 像包括力旺 都是持股非常多的 是 對都是前10名裡面都有他的持股 OK 好啦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點名的個股的一個綜合排名 也來排名一下吧 那首先我們來看到IC設計 這一邊 翼龍 我們現在來點名 就是第一名的部分 你會看到翼龍跟茂達 翼龍跟茂達也都 基本上面都是偏IC設計 那尤其是茂達 茂達其實是剛才漢亞菁英基金的持股前十大 裡面是有的 所以茂達有機會會成為作帳行情的一個主角之一 是 對那再來就是翼龍 翼龍其實在最近股價是創新高 而且他的第四季 原本他第三季法說會是說他第四季的營收應該會衰退 結果沒想到他的11月營收出來竟然是持平的 所以他有可能會不是被自己暢衰啦 有可能還不可以 所以我給他也是排名16分 總分的第一名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到就是原項 CMOS的原項 聯電集團 各位作帳行情 很厲害喔 集團作帳是不是都有聯電 今年最強就聯電集團嘛對不對 OK 那再來就是記憶體的威剛 只是威剛呢 這個他有的時候都會是作帳行情的其中 但是他的發動一波不是那麼的大啦 所以他有可能是需要區間型操作的 對 那再來就是巨洋 巨洋的這個EPS表現很好 前三季的EPS其實創下歷史新高 但是他的總分來看 其實排名上面沒有像前面兩名那麼大 所以我會點名茂達跟翼龍 還是以IC設計為主 還是以IC設計為主 是的 OK 好啦 那我們點降錄裡面的11月的 他的營收 M1月增跟年增的一個比較 你會看到年增的部分 就是前面三名是不是都成長幅度都蠻大的 真的耶 對 然後尤其是 是這個 這個 第三名的原項 76% 對 都是創11月 都是創今年來單月營收新高 所以其實他們都算是有營收的保護的喔 是 對 OK 好啦 那點降錄裡面我們點到的主要是茂達 對 茂達的話你會看到投信 其實最近在這一波 我現在右手邊的黃色圈圈圈起來 是不是投信 這一波衝上來是誰買的 結果是投信 真的耶 他買就衝了 他買就衝了 對 那你會發現最近他買超稍微縮手 可是他是買超還賣超咧 還是買超嘛 他也沒有在賣超那麼多嘛對不對 除了有一根比較大根以外對不對 所以其實只要茂達的投信 還有機會再繼續就是 買超幅度再大一點點 那基本上面應該還會有再一波 很有機會複製11月喔 很少有在11月發動的喔 是 對 幾乎你看到像什麼老AI就是5到7月 對 然後像什麼又是7到9月 對 對 很少在11月發動一波行情 比較晚喔 對 比較晚 所以他反而會有機會壓回來 反而他會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行情 做賬行情的機會就會比較高 是的 這是茂達 那老師翼龍呢 翼龍其實最近創他的股價新高 而且你看翼龍 其實他這一波 哇 真的是慢慢的一個墊上來 真的 而且其實籌信早就在佈局了 你看我們那兩個黃色圈圈 還有中間不是有一大票的黃色 那個紅色的 哇 紅色柱狀 那其實投信在最近這幾個月 都是明顯買超 哇 一直買耶 一直買 幾乎都是一直買 所以投信其實蠻看好 IC設計的翼龍點 是 對 所以這也是我的點名的第一名 是 OK 那你看到聯電局原相 對 原相其實你看投信在這幾個月是不是也是一樣 都是在買超 狂買 狂買 對 所以我點匠路的這幾個人 其實投信在9月開始都有積極布局 而且並沒有明顯的下車 對 所以這前三名算是我覺得 點匠路非常重要的三名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是的 這個是座帳的部分 好 老師那還有第四檔威剛 第四檔 當然威剛就像我剛才講的 威剛有 現在他都在這個100塊的一個區間遊走 低的話低過100塊 你就好像無腦100塊以下就買威剛 跟紅海有點像 然後來到100 因為最高107嘛 107塊半 來到107塊半你就把它賣掉了 他就回來了 區間 所以威剛你會看到 我們剛才不是有個綜合評分 他就沒有像前三名的評分 那麼的分數對 稍微低一些些 當然沒有像巨洋那麼低啦 但是其實只要投信 因為現在投信是在賣超 那所以他一定得要在投信 9月10月的布局回來了 他才會再有一波發動的可能 所以威剛記憶體 因為是大家非常熱愛的一檔 對 像金豪科也是 對 他們都是這個記憶體的 大家熱門的首選啦 但是我要跟你表達的是 威剛 威剛他其實在投信作賬裡面 他要布局一陣子才會發酵 一陣子 對 所以你基本上面 已經快要剩半個月了嘛 對呀 所以威剛應該不會在結賬的行列那路內 所以他是排我排名的第四名 第四名 對 雖然有可能有一點點作賬 但是他相對前三名來說就還好 對 是這樣的 還是以前三名為主 對 還是以前三名為主的 是的 那巨洋更不用提 那都是一陣一陣一陣 雖然他長線趨勢是看多的 不過他這一回 他又反而有點比較像結帳的味道 對 對 但是一定要投信回來 只要投信不回來那種大買超 黃色圈圈這樣子的話 他基本上面很難再發動一波啦 OK 是 對 好 老師那結帳的族群呢 好 結帳族群的話我分成三塊 AI伺服器 AI伺服器我等一下就會講到偽創 對 偽創真的各位 你不要認為投信都有偽創喔 你就覺得他一定會被作賬喔 我們等一下來看 偽創真的有可能不要一直碰它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長多的PCB 那我就會點名到各位你想像不到的滑通 滑通 滑通很夯 可是為什麼會點名它 是因為投信還沒完全歸隊啊 所以我擔心它會變成是下車 因為已經漲一波了 從50幾塊到70幾塊了 對 漲很兇 欸 漲很兇 說不定剛好 反正已經這一波賺到了嘛 40%了嘛 乾脆獲利了結下車啦 是 那再來另外一塊就是 先前漲勢很兇猛的散熱雙雄 那散熱雙雄就會點名到旗虹 對 旗虹的股價相對雙虹是比較弱勢 是的 是 好 老師那這個是結帳 好 老師那結帳的前幾名 可以幫我們看一下嗎 好的 沒關係 你看結帳 偽創 你看11月營收 月減年減 所以它是雙減 那基本上面像廣達好了 也是先前股價其實跌的還蠻慘 就是廣達 也是月減年減 表現不好嘛 對 表現不好 所以它就是沒有營收面保護的 對 所以你看唯一只有誰 大概就是旗虹了吧 旗虹是年增月增的 還好一點 所以滑通反而是 好像有一點被炒起來的老牌PCB 對 那時候也是長很兇 對 好快喔 五十幾塊就乒乒乓就來到七十五六塊去了 好厲害啊 所以這個結帳 我希望你迴避的人 其實這三號人物 稍微注意一下 是的 好 老師 那這個線型呢 我們線型看其實真的就蠻弱的 對 就很明顯 就是它根本 就像我講 為什麼不要去琢磨偽創 你不要認為 偽創一定是頭薪會再買回來 股價低了 它一定會再琢磨回來 沒有 為什麼 它早在今年的五月六月早就佈局 而且股價就已經一波出去了 對啊 那時候比紅孩還要高 對啊 沒錯 還要好猛 一百六十幾塊錢對不對 對 現在要回到九十幾 對 現在就一半了 幾乎快腰斬了 是吧 可是你會發現 其實大概在今年的九月十月的時候 投信有回來大買超 有買超 可是股價卻是越買越跌 所以我想告訴你的是 你不要看到未來假設有機會偽創 投信買超 你就認為它結帳 就要作帳了 可不一定 只要買不動 基本上面反而要小心它會被結帳 所以老實說 投信它有可能想要作帳 但它買不動它就變成結帳 對 沒錯 因為它早就佈局 它說不定那個成本都在五六十塊錢了 也是啊 又一大波五六十塊 所以它的成本已經太優勢了 對 所以你不要認為它有回頭了 你不要看到那個紅色柱狀 你就認為投信都要回來買 這不一定 好不好 對 要考慮一下投信的成本 沒錯 沒錯 那再來就是前面這一波 兇猛的滑通 十一月發動 十一月發動的人 那滑通是因為它的 我們剛才看到 十一月營收是月減年減 雖然幅度不大 不過你看到外資是在 賣超五連賣的狀態 是 所以這個就要小心 就即便歸對 你不能只看它一兩天 對 它你看 早就在前面要佈局那麼久了 它才會累積發動一波 對 所以來到這個位階 我反而會 就是滑通雖然最近股價也還蠻猛的 又回到七十幾塊錢了 對 可是反而要小心它 會不會也被結帳掉了呢 哇 對 是這樣的 是 老師那最後一檔 其實就是你剛剛說的 你看其實外資現在幾乎都正在賣超的 倒得兇耶 對 倒得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還是要注意一下這個奇紅 反而是拉高 你要稍微要謹慎注意 如果頭薪越賣越多 所以它真的就要破低了 最後我們做一個總結 好 總結的話 如何判斷作帳跟結帳的幾個方法 第一個 作帳的話我們這邊 第一個你去看我國的 股票型基金的前三名排名 就我剛才講的 對 就那三名 你去找像我不是說第三名的漢亞嗎 漢亞菁英的茂達 E3可以留意 對 E3可以留意 再來第二個 9月10月已經佈局拉抬一波的 近期股價轉強的人 就可以留意了 OK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 流星連續五天的買抽 而且股價已經上漲 5%以上 代表它買得動 它真的有在買嘛 對 不然像偽窗你買了 結果股價反而是倒跌的 這就不對了 所以倒過來結帳組 五六月拉一波 結果最近股價買都買不動 甚至是一直跌 它就很容易變成結帳 對 那同樣的這個 9月10月布局 10月發動一波 那這個月反而 小心要結帳就是滑通了 OK 那再來就是 投信連續五天的賣超 而且股價下跌10%以上 就是真正的用力賣 對 沒錯 是的 好 謝謝老師整理了 這個詳細的解析 謝謝 好 觀眾朋友們 今天小鐘老師跟我們聊的是 這個12月中了 到底你的股票是作帳 還是結帳 那剛剛老師都推舉了 各類股 分別作帳和結帳的一些解析 那如果呢 你分辨不出你的股票 到底是作帳還是結帳 沒有關係 記得呢 掃一下小鐘老師的Liott 老師Liott是小老師 WCHI999 掃了之後 老師有空會親自回答你 那最後呢 喜歡我節目內容的朋友 歡迎在臉書上 按讚 分享以及訂閱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掰掰